你 你不是说 昨夜整晚担心无法入睡吗 快回去休息吧 绝公子身负重伤 我怎么可能睡得着 虚情假意 我其实早就知道你是谁了 孤山派后人 嫁入宫门只为了寻求保护 你根本不爱我哥 原来绝公子已经告诉你了 看来 他真的很信任你 当然 你们和公子宇之间 本是亲兄弟 为何彼此之间 还要下这么重的手 你公子宇为了保云为山 不惜同族相残